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0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迷迭鄉 與溫度的一個關係 今年的7月呢 整個7月 我們講說我們這個北台灣這個溫度 最高溫呢 在37度到38度 36到38 最高溫 那最低溫呢 就是在27到29這之間 整個7月呢非常非常熱 我放在天台的一些植物呢 像是薰衣草 百里香 還有除蟲菊呢 哇好慘 陣亡了好幾盆 那現在我們看的是這個迷迭鄉呢 也是我從天台拿下來的 這迷迭鄉呢剛好有 唯一一盆出問題 那你要知道迷迭鄉它本身就是屬於 比較耐旱的植物 但為什麼這個迷迭鄉會出問題呢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跟各位來做一個探討 好講解 然後呢來檢查一下 看看它到底是什麼原因出問題 那我們先把距離拉近一點 來看一看這一盆迷迭鄉的狀況 OK 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呢 我們要看呢 這個迷迭鄉呢 中間的這個枝條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整條枝條都已經乾枯掉 後面這一串也是 有兩串的枝條都乾掉了 那它是什麼原因乾掉呢 我們不曉得 那等一下呢我們要再檢查看看 到底是什麼問題造成的 如果呢 各位如果你碰到這種情況呢 它有一種可能就是它是被 就是被一些壞菌感染 感染後呢 如果是壞菌感染呢 就很嚴重 因為壞菌一旦感染植物啊 它有可能會透過這個植物的組織 慢慢的擴散 然後擴散到其他的迷迭鄉身上 那你現在看到這旁邊的有一些的迷迭鄉 它是好的呢 為什麼它沒有被感染到 我們只能說是暫時沒感染 不代表它一定不會被感染 我們稍微再往後退一點點 好 來看一下 那 你看到這邊這一撮的這個迷迭鄉呢 主要的是之前的這個母豬呢 我用壓條法把它壓下來 這邊有壓過的痕跡有沒有看到 這邊 壓下來之後呢 它在這裡長根 當這個母豬的這個迷迭鄉的這個 主幹這邊出問題之後呢 建議趕快把這邊斷掉 然後呢 把這邊把它分豬分掉 這個好處呢 就是怕 避免 假設我們懷疑 這個可能是壞菌感染 如果它是壞菌感染的話呢 就會造成這一盆 有可能它會日後慢慢的擴散擴散 這個病 細菌會擴散 然後呢 或者是病毒之類的 擴散到旁邊的這個 迷迭鄉的話呢 都會跟著死亡 所以當你發現有這個問題存在的時候呢 最好呢 是建議呢 趕快剪 把這乾掉的枝條的剪掉呢 或者把這個 你壓條壓好的這個枝條把它分豬掉 或者是健康的枝條呢 趕快剪下來去拿去擦枝 避免你斷種 所以呢 我們在養一些香草植物的過程中呢 都是建議 像這種情況呢 一買回來建議就趕快分豬 想辦法壓條 先分好 那當日後呢 像這一盆 假設這一盆 莫名其妙出問題之後呢 你才不會斷種 才有機會趕快把它切斷 然後移植 移開來 至少這一部分還會活 再來呢 這旁邊呢 其實這裡也有壓條 壓一組 這邊也是 這裡也壓了一組 這邊也是 其實這一盆呢 壓了應該有四組 所以有四組 那從中間的這一組呢 就是有出問題的 OK 那這一盆呢 為什麼它會發生說 這個枝條產生乾枯的現象呢 植物呢 會生病呢 會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放天苔 天苔呢 當這個植物的根呢 出問題之後呢 抵抗力就會變得很差 抵抗力變差之後呢 就很容易造成 植物容易生病 或者是被壞菌感染 之類的 都有可能 這個 有可能是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打算檢查看看這裡頭的根 到底有沒有問題 要檢查看看 在檢查之前呢 你先看一下這個盆栽的大小 來 我們之前都一直跟各位講說 植物跟盆栽有個固定的大小 像迷迭箱呢 跟這個盆栽呢 這是一尺的盆栽 那迷迭箱呢 到這個程度呢 一尺的盆栽 你如果放在天太陽 這個程度呢 大概已經是極限 再往上去呢 就很危險 當你如果有一天忘記澆水 或者是一兩天沒澆水的時候呢 這植物呢 就很容易乾縮 你現在看到這個葉片呢 其實有一點點縮 這個大概有24小時沒有澆水 我大概是前天的 前天的早上澆的 然後今天早上沒澆 所以有超過24小時沒澆水 那迷迭箱我說過它是比較耐汗 所以它還可以撐得住 當這個盆栽那麼大 你如果裡頭的這個根呢 出了問題之後呢 植物就會很容易生病 那有些朋友呢 他可能用的盆栽 用更小的盆栽 然後放在天台 他想說明天這樣可以曬 於是拿很小很小的盆栽 拿到天台上去曬 舉個例子好了 他可能拿的是陶瓷盆 那陶瓷盆呢 如果像以北台灣 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38度的溫度的話 最高溫38度這樣曬的話 你覺得那個陶瓷盆 溫度會曬到幾度 各位想想看 那個溫度呢 有可能會達到 四五十度甚至六十度 你想想看 四五六十度的溫度 這個裡頭植物的根呢 它受得了嗎 受得了這種高溫嗎 應該是受不了 其實不只是迷迭香 其實很多花有都一樣 他常常拿那種陶瓷盆 然後放到天台上曬太陽 那太陽 溫度一旦高過某程度的時候 那個陶瓷盆的溫度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呢 讓那個小盆栽呢 直接把那個植物的根 直接熱死掉 熱壞掉 那根一旦受傷之後呢 植物的就不會吸水 因為植物呢 是靠吸根在吸水 一旦呢 沒辦法吸水的時候 植物就慢慢慢慢的就會乾死掉 甚至會生病 我們在懷疑 合理的懷疑一下 這個盆栽呢 可能根有受傷 所以呢 造成它有可能生病 所以我們現在呢 後退一點的把這個 整臀呢 拿出來看看 檢查它的根部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後退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迷迭香的根 你看這個迷迭香 我是不是說過 迷迭香 其實不管什麼植物都一樣 都是靠細根在吸水 你看呢 這個迷迭香呢 已經將這個盆栽 已經這個根 周圍已經密密麻麻的 你看到這邊白色的部分呢 這根是好的 核色的部分呢 就是根有問題的 植物呢 我看了很多的植物 當然這不是一個絕對 我是說 以我個人經驗 我看很多植物的根 像這種黃白色的才是正常的 那你如果出現這種黑色的呢 就是 那根呢 可能有問題 植物呢 是靠細根在吸水 細根 當植物已經 像這棵盆栽呢 已經密密麻麻布滿了整個盆栽之後呢 它的細根 沒有辦法繼續在生長 生長的時候呢 沒有地方可以擴展的時候呢 它就有可能會吸不到水 也許啦 我們說也許 也許這個盆栽呢 這一盆的迷迭香呢 有可能是這個問題 因為它的細根 已經無法順利的在擴展 擴展的時候呢 就造成了 它的細根長不出來 長不出來 因為沒有空間嘛 它的細根長不出來 細根長不出來 就會吸不到水 我在合理的懷疑是說 有可能是這個問題所造成的 所以各位 你如果在養迷迭香的過程中 如果當你養的像我的盆栽這麼大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迷迭香不管任何植物都一樣 它的根 還有它的盆栽的大小 跟植物的大小呢 它有一個比例關係在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盆呢 拆下來拆給你看呢 就是讓你看一下 這些根的狀況 讓各位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拆掉它 為什麼要定期斷根 有些做盆頸的高手呢 他都定期會斷根斷根 那我們就是沒有斷根嘛 就隨便它長 那隨便它長的過程中呢 這個根已經密密麻麻的 你看這個根已經密密麻麻的 對不對 不滿的到處都是 於是呢 它的細根就會沒有辦法繼續長出來 長出來 細根長不出來的情況下呢 它就會沒辦法吸水 久而久之呢 這盆迷迭香就有可能因為缺水死亡 但是目前暫時沒死啊 所以我們只能說沒死 OK 那 我們呢 試著呢把它撥開來 給各位看一下中間的狀況 我這樣子摸下去呢 這裡頭有一點 我剛摸著這個盆栽的這樣子 哇裡頭有溫度 熱熱悶悶的 有溫度在 我來檢查一下它的根 看看有沒有問題 摸起來是很紮實的 也有看到白色的根 看起來 感覺啦 我的感覺是它的空 它應該還有空間可以長細根 那為什麼它會出問題呢 我在懷疑會不會是因為溫度太熱 造成某些部分的根受傷 因為我剛這樣子摸 我剛從天台拿下來 因為現在三點多 天台地板是熱的 那你試著想想看 如果7月的時候呢 38度以上的高溫 曬到這個地板 那個薄油 薄油 應該水泥地啊 你想想看它會幾度 應該會有五六十度吧 至少差不多五十度應該跑不掉 五十度的高溫 在透過盆栽熱傳導上來的時候呢 這下面的根 有可能會因為過熱 然後底下 我是說是底下這一排的根 有可能因為熱 然後造成熱傷害 造成這底下的根部壞死 失去吸水能力 你看這下面的根呢 都是密密麻麻 集中在下面 為什麼它會集中在下面 就表示當初這下面有很多的水分 盆栽的底部呢 有很多的水分 它在那邊靠吸水 然後於是呢 應該 是有可能是這邊呢 受傷了 高溫的情況下 造成這底部的根受傷 受傷之後呢 這植物呢 就有可能會容易生病 而且我說過 這個盆栽 已經 對迷迭槍來講說 這個盆栽已經長成這樣是極限 如果我不分豬了 分拆來的話 分開來的話呢 它的根就已經到了極限了 就會出現像剛剛前面說的所謂的這個可能生病 這些問題都會跑出來 所以呢 這個盆栽呢 我們準備呢 打算呢 將這一盆呢 把它分拆成五盆 再把它分成五盆 因為這之前有壓條過 壓了四個 所以可以把它分拆來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呢 是帶各位來看一下 這一盆迷迭香的狀況 為什麼這個迷迭香 它會造成這個枯枝 好 我們來做一個分析解說 給各位多一點嘗試 因為有的花油呢 在養迷迭香過程中呢 它可能選用了很小的盆栽 跟我一樣養在天台上 然後呢 因為聽很多的什麼Youtuber啊 或者是一些網友啊 說什麼 迷迭香很耐曬 迷迭香需要全日照 於是呢 它用的盆子很小的盆子 放到了天台去 然後在38度的高溫 你想想看這麼高的高溫下 曬到那個盆子的話 其實你用的又是陶瓷盆的話 這個盆栽裡頭植物的根會不會受傷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建議說 你養迷迭香 如果是迷迭香的朋友 你至少那個盆栽 至少要換這麼大 一尺以上的盆栽 那一尺以上的盆栽 大概養到這個大小 就已經是習性 你如果再養 需要再大 它再大一點的話呢 就必須要再換更大的盆栽 或者地質 地質呢 可以確定 保證說不會出問題 因為它的根可以在土壤中呢 無限擴展 那我們養盆栽的話就沒辦法 因為它跟被縮線的情況下呢 這就是一個迷迭香的極限狀態 像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就是帶各位來參考一下說 我的迷迭香為什麼會出問題 然後分析給各位參考參考 讓各位多一點嘗試 那日後呢 各位碰到迷迭香的狀況 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可以參考以上的說明 然後去處理 感謝收看 再會